新大夫 新大夫 跳舞國小富幼小朋友聚精會神 只要投螢幕的照片一出來 就大喊答案 也不管規則是先舉手再解答 本來是小朋友PK對象的家長們 在旁邊看得開心也忘了舉手 最後變成小朋友之間的表演賽 家長們越看越感動也越自嘆不如 甚至有飛排玩組的小朋友也答得很好 只是想要讓他多學一些語言 然後視野會比較寬廣一點 不要只有學台語 國語這樣就覺得很可惜 然後我本身自己是原 我自己本身是阿美族 但是我都沒有學到我的族語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有這樣的環境 我就很希望我的小孩子可以來這裡學習 真的很感動 這樣子他主動上台 主動上台那個表達自己的族語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懂得比你還多 懂太多了吧 設計這次親子族語PK賽的金楚老師 認為小朋友進入小學之後 將沒有族語的沉浸環境 所以希望藉由親子的競賽 除了讓小孩有較深刻的印象 也提醒家長在小朋友族語學習上 能提供什麼協助 我們會在這樣的方式裡面 慢慢的讓家長去改變他自己 也就是說其實剛才所有的孩子 在我的面前來講 他們都已經超過我們所謂PK賽的那個價值 他們會說願意說快樂說 這個我想要給家長看見的 我給他的不單單吃單子 我也要給這個孩子 給予他一個原住民 應該有的生命的元素在裡面 衣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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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教育環境和學成設計上 進入小學之後 文化和族語往往是被犧牲的部分 一週只上一堂族語課 太小富幼教師們努力在這對族語學習 不友善的環境中 放下文化種植在小孩身上 希望能夠烙映在孩子心中 不要忘記 記者報道 屏東萬軟採訪報導